重磅消息!华哥生病了,需要十个星期休息康复。华哥,你要好好保重身体。 正在狱中服刑的反对党领袖安华在刚过去的11月12日顺利接受肩部手术后,需要约十个星期的时间来复原。 安华的女儿奴鲁依莎表示,安华这次的手术比2004年进行的手术更为复杂。 也是班迪古区国会议员的奴鲁依莎透露,安华至今仍无法充分利用她的右肩,这让正在狱中服刑的她,生活有一定的影响。 政治犯在狱中有很多限制,而且还有守卫一天24小时守候。 安华是在今年9月从医院返回狱中遇上一场车祸,加剧其肩膀的伤势,因而被迫在11月12日进行手术。 在那场事故之后。 首相纳吉、副首相阿莫扎西和旅游部长纳兹里相继到医院探访安华,成了社交媒体热门话题之一。 安华目前是在交赖的意见康复中心修养。 奴鲁依莎表示,我们的探访有一定的限制,所有的交谈都会被监视。 虽然他仍然在服则,但他依然在见到我们时,向我们提供改革议程的建议和原则。 我们家属当然希望他留在康复中心修养,因为如果他回到狱中,他的行动和伤势一定会受影响。 安华目前仍需为2015年被判罪成的基监案复刑5年。 https www.vamilysigninside.coms28558 马上转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